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怎麼了 話說我們真的很有困擾 因為校生為我這樣的時尚達人 建議一個美女來說 我出門真的不能隨便打扮 不能隨便像說穿了一件襯衫 跟一件 白背心就出門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打扮才能出門 妳剛剛講這一長串 怎麼都沒有咬到舌頭啊 不會啊 因為這實話 妳打扮 妳打扮了什麼 我怎樣 妳看看妳那個頭髮油成這樣 出門都不洗頭嗎 對 這今年流行油頭你懂不懂啊 今年有流行 有啊 就是要這樣子啊 你懂不懂 是喔 對 這我可是花了三天不洗頭 才能有這樣的效果 那妳出門坐公車是很好啦 幹嘛偷人家的拉環 我有偷人家拉環 還偷兩個 我怕你等一下乾冰一吹 你現在鼓咒如采 要需要再拉的話 你可以拉住我 是嗎 除了拉環之外 你該不會還有偷下車領 加車領 下車領吧 你怎麼可以來講我 我穿得怎麼樣 你自己看看你今天這身打扮 幹什麼 我們今天不是在互相討論彼此好不好 你今天的打扮就是一個主題 來 什麼主題 北藍 什麼北藍 什麼北藍 是人家設計的好不好 今天要講一下不只是我們 各國的人他們真的都很敢穿 你知道嗎 到底有多敢穿呢 我們今天好好地要來問一下他們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衣服就不愛好好穿 尤其是第一排第一個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下位 但對面呢 愛嫌又愛看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歡迎 歡迎 穿搭是女人永遠都要面對的課題 而各國的文化不同 穿著也就有著多元的樣貌 今天就來看看各國的女人 她們是如何穿出自己的獨特風格 這集泡雨柔來就對了 怎麼了 今天她算是穿得比較好一點 她真算正經了 不是 我就會出門 沒有要造這個網子的 對啊 她只是把洗衣網拿出來而已 對啊 我偷台灣大車對上面那個網子 是不是 想什麼 其實我覺得各國女生啊 有時候出國看 她們真的有夠敢穿的 尺度大到我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今天多講一點好不好 對啊 我上一次去那個什麼 意大利跟法國啊 我跟你講喔 不是 好東西啊 不... 那個就是因為她們不穿內衣嘛 意大利的 跟法國的 巴黎 她們那邊的女生超敢穿的 那譬如說 比較大的尺寸白色的T恤 然後就鬆鬆的喔 那是下面是比較緊的褲子 但是主要的是 四個人裡面五個以上不穿內衣的 所以你很喜歡去這兩個地點 好喜歡喔 沒有 她們是不好買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她們喜歡自由 所以就是那個 這樣會很自由嗎 不喜歡束縛啊 沒有 對 所以她們的內衣就只有活動 就是 然後還有主要的是像我們亞洲女生 那就是亞洲女生有些人也是很敢賺 但是比如說 拿東西幹嘛的時候 大家都會這樣拿嘛對不對 對啊 欸 她們直接這樣耶 你說她拿東西的時候 會這樣子給你看是不是 哪知道啊 是 你看 都往下掉 你一點都不在意她們的內套 為什麼 所以你到底都在看人家哪裡啊 內套啊 對啊 孟哥你去義大利 你去法國 你都不記得你自己去哪一個城市 可是你很清楚大家的內套 對 你們的內套 對啊 我最近是有一個法國的那個室友 那當初來探望的時候 然後我們是一大堆外國人住在一起 然後我們是有一個空房 然後一個大概三十歲的法國女生搬進來的 然後有一次我是在陽台 跟我一個台灣的室友在那邊喝酒嘛 然後聽到有人在洗澡 然後他在洗澡的時候 就洗完澡嘛 他都打開門 然後一走出來他就是喘著一樣 還有照片 這真的假的 那就是他 可是他是喘成這樣 他手在幹嘛 從浴室走出來這樣很正常啊 對啊 是啊 因為當你在跟一大堆人一起住的話 你可能會比較保守嘛 你也會 對不對 我以前很多室友會這樣走出來 那我跟妳走出來 你出來是連浴巾都沒有 反正他走出來這樣子 後來我的那個室友 他一直真的被他嚇到 因為那個女生他不是 他走出來的時候 就沒有被我們嚇到的感覺 他還跟我們聊天大概一個十分鐘 然後你們所有的男生都 就我室友在那邊 因為他是台灣人嘛 他就不知道說外國女生有那麼開放 他以為這個女生出來看到他們 看到我們這樣子 他會跑去房間躲起來 結果沒有 結果沒有 因為台灣的女生就不會這樣啊 很保守 問最後一位比較正常好了 什麼話 妳說中英姐怎麼了 怎樣 我怎麼不正常 好好說 他也曾經對不對 圍浴巾很正常 你去泡湯的時候 不是也是這樣啊 可是呢 如果妳說出來的話 妳看到其他人 男生嘛 妳應該是 而且妳不熟 應該不會站在那邊 聊天四分鐘嘛 蛤 真的啊 所以我們剛剛問最後一位啊 對啊 你幹什麼東西啊你 好啦 可是我覺得 最大膽的真的還是巴西的女生 因為像有一次 我記得那時候我跟我老公在泰國 然後因為泰國有很多 就世界各國的朋友們在那裡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約好有個假日 我們要去泡桑拿 就他們那邊有個桑拿很便宜 是你只要交一百塊 你可以去一整天 然後那個桑拿很厲害是 它桑拿的玻璃門關起來裡面 是溫度超高的桑拿對不對 可是你玻璃門打開之後 你只要潛下去一個玻璃的牆壁 出去就是一個游泳池的水道 就它是接在一起的 你只要玻璃門打開 你就可以做這件事情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到那個桑拿的時候 我們的朋友都已經到了 就在裡面 坐在那個桑拿裡面聊天 我們就進去嘛 然後進去大家都坐著 你都覺得還好還好沒什麼事 可是當大家站起來 準備要把門打開 潛入那個水道的時候 我就想說天啊 巴西的女生怎麼可以這樣 在男生面前跟大家聊天 就他們穿的泳褲幾乎都是 就是幾乎都是丁字褲耶 他有穿嗎 他有穿嗎 而且他們的丁字褲不是寬版的 是細的那種 真的會吃到屁股裡面的那種 他就是可以大方的 在男生面前走來走去啊 或者是跟你面對面坐著聊天 他也不會覺得害羞或什麼 然後拍照他也是 要拍照他就直接爬過來 然後那個屁股都這樣 飛在這樣外面 他就覺得沒有關係 對 就是整個都 兩塊都在外面 但是要是有這樣的身材 當然這樣穿啊 可是一開始我會覺得 就是好害羞喔 妳會害羞 我要摔麥克風 沒有啊 因為我們頂多穿那種 沒有蹭墊的 然後可能比較小塊的三角褲 就覺得其實已經很開放了 可是到外面是人家 他根本是屁股都外露 你那個根本比不上人家耶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擔心那麼多啦 我們男生真的不太會介意 如果你們這樣穿是OK的啦 我知道 你會介意的啦 喔 義大利 我要講的就是說 大概三十歲到四十歲的女生 他們有一個習慣 在義大利我有發現 就是說因為你們要知道嗎 就是二十到三十 通常都是長得都很漂亮啊 或是不漂亮 反正男生都一定會很認真看女生 那過了某一個年紀 女生開始比較吃虧一點點 就是年輕的男生 比較不會注意那麼的多 然後就是義大利的女生 會非常非常的不高興 他們還是希望 不管有沒有結婚 他們希望男生都會這樣看著他 那我剛好有一個朋友 他是這個...他有這個問題 他是發現了 最近都沒有男生在看他 然後他離婚 有一個穩定的男朋友 他有出一招 我覺得很恐怖 怎麼樣 他們就說 他們就是穿... 他就是... 這怎麼了 穿定子褲 沒錯 可是他故意把定子褲 拉到很上面 這樣好看嗎 很好啊 什麼好看嗎 他肚粒也都這樣穿 你們也不罵台灣 不是 肚粒是沒有穿內褲 就是說 他希望他坐下的時候 你就很...就是你看到 他們坐的時候很明顯的 就是稍微把他拉上來 他們故意把他拉上來 讓年輕的男生注意一下 因為他們真的很希望 大家都可以看他們一下嘛 好像有一陣子真的很流行 那種... 像台灣一條外套 沒有 所以他後面還會有一個小水鑽 我們會做 所以這個是小 我們覺得那個不好看 我們其實... 我們男生不太喜歡 但是他們就是會這樣做 那個我朋友 其實他有跟我說他很高興 因為從他開始這樣做 只要一、兩個月之後 他有多了三個男性朋友 然後他覺得他們都是在看 他的那個定時 這應該也是有釋放出一些什麼訊息 對 而且那一條街心肌梗塞的伯伯特別多 而且其實他某種程度 應該就是那一種 就是有時候 牽手不方便的話 他就直接拉褲頭這樣拉著走 好舒服喔 車子來了 然後趕快把他拉起來 好緊喔 周英姐玩得這麼兇喔 沒有啦 我覺得 加拿拿女生其實很喜歡 穿一些洋裝 會特別露出胸部的部分 那也有幾個不同的方式 有比較緊身的嘛 但是我覺得今年比較流行 我是常看到的就是 它是一個比較旅行的 然後比較寬鬆的嘛 就是這樣 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蠻好看的 就感覺它隨時都可以掉下來 對 都真的是有一點刺激的感覺 這種洋裝好像比較多 外國人會穿喔 是 其實 你敢嗎 不 為什麼 對啊 這很容易喝醉就走光了耶 對 沒錯 其實是有發生過這種狀況嘛 因為其實你 這種事情嘛 我覺得就是公主在那邊穿 因為你真的不能蹦上去 不能去跳舞啊 公主哪會穿這樣啊 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 是一個比喻 就是說你真的好好的坐在那邊 不能幹嘛 因為像就前一陣子都去去了 然後有個女生她那個 前面像保齡球一樣大嘛 然後就去跳跳得太大力 就會整個飛出來 你知道嗎 對 所以還是要小心 飛出來剛好打球 對啊 你看看你 試試 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 我們就去wives 我們這找到 我們就來幫 Shelby 改摩 我們Audinary 收藏 人 我們 不參見 這個